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要请大家欣赏一株非常特别的飘唇蓝 我说它特别呢,主要是指它的花形 你以前见过这样的花形吗? 是一个碗状 它的花瓣摸起来非常的厚,像是蜡做的 完全不像是一朵真正的花 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像是一个张大嘴巴的青蛙在哈哈大笑一样 花朵本身也很大 直径有七八个厘米吧 真的是一个小碗啊 很可爱吧 同时呢,它也很香,是薄荷的味道 很遗憾,只有一朵花 这是它的名字 有一点难我就不念它了 是获奖的兰花 它是我在去年冬天呢,才得到的 它之前的杆子呢,还是蛮大的 这个新杆子呢,发芽是在差不多 也就两个多月之前吧 它还长得很小,就开始长这个花芽了 我其实是蛮惊讶的 它一直呢,是放在室外的 结果后来呢,被松鼠或者是什么别的动物呢 咬了 我就赶快拿回到室内 可能是因为环境变化 当时是有三个花苞 结果呢,后来掉了两个 只开了一个 它是今天早上呢,才完全打开 它完全打开的模样呢,就是现在这个形状了 不会张得更开 但是相当特别,相当可爱 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呢 有人把这株飘纯栏呢,种出来 花呢,有长长的一串 十几朵,二十朵,特别特别的壮观 希望我的这一株呢,明年呢 能达到那个效果 不是没有可能的 你看旁边的这一株 上一次开花的时候呢,是二十几朵 开完之后,立刻呢,就又开一朵 一只,这一只呢,只有十三朵 但是看下面 这个 这个 又一个花芽 所以的话呢,并不是不可能 但是可能呢 要明年后年了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新杆呢 和它的老杆差不多大 和它的老杆差不多大 可是这一棵呢 它的新杆呢,只有老杆的四分之一那么大 天鹅兰,飘纯兰一类呢 眼下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类兰花 因为它们很容易 生长期呢,比较短 应该说半年左右吧 在这个生长期内呢 大肥,大水 阳光充足 它就能长得非常大 长得非常快 和其他的兰花的区别呢 非常大 其他兰花呢 相对来说呢 要长得慢很多 那花期过后呢 绝大多数呢 都会落叶 就会变成一个光感 在它是光感的时候呢 可以不用管 不用浇水 不用施肥 放在一边就可以了 直到新芽呢 重新长出来 而且每一年呢 都会有花 只要它头一年开过 你第二年呢 就可以期待它 还会再开花 如果一切正常 株质健康的话呢 只会越开越多 所以的话呢 我相当喜欢 这一类兰花 眼下天鹅兰 飘纯兰 一类的兰花呢 我用的都是水苔 因为它 在积极生长期呢 对水分的需求呢 非常高 而且呢 这段时间呢 一直是保持湿润 至于肥料呢 你可以加一些 缓氏肥啊 或者是均衡肥啊 我呢 今年什么都没有加 完全呢 是用的酵素 我每次浇水的话呢 都会加一点酵素在里面 一直都是用的酵素 其他肥料呢 没有用过 另外呢 就是光照 光照呢 一定要足够 光照充足呢 花才能开得好 不光是这类兰花了 所有的植物都一样 万物生长靠太阳 这类兰花的叶子呢 看起来很薄 好像是不经晒的样子 但是事实上 它很经晒 而且呢 叶子也不会晒坏 当然啦 当你把它 从室内搬到室外的时候呢 晒太阳 一定要循序渐进 否则的话呢 一开始的几天呢 肯定是很容易晒伤的 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了 这就是我今天呢 想给大家介绍的 这一株美丽独特的飘纯蓝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